國威風雨雲帶您掌握立法院的最新消息 那麼我們今天要帶您來到場外 帶您看到的是 其實在立法院場外 由於今天六月十九以及六月二十 兩天在立法院是全院委員會 要針對副議案 來針對行政院長卓榮泰來做詢答 那麼今天當然各界 當然就很關注了 那麼包括很多的聲援團體都揚言 要到立法院外面 警方當然也嚴正已淡了 透過畫面你可以看到 在立法院的青島東路出入口 現在已經有嚴格的警力管制 透過畫面你也可以看到 包括了在青島東路的部分側 已經開始封閉道路 那麼甚至警方是架起了巨馬 就怕衝突發生 根據台北市警察局給的資料顯示 今天上午以及明天的上午 都會在現場有兩百名警力 那麼當然另外還有兩百名警力來待命 那麼總共加起來是四百名 在早上的時候 那麼擔心這個衝突會在晚上發生 那麼當然了 這個台北市警局晚上是增加了一百名的人力 到了現場 所以晚上的人力會有三百名警力 那麼兩百名警力是做待命的狀態 不過透過畫面你可以看到 在青島東路的出入口這邊人數包括了像是警察都是比較多的狀態 因為他們也擔心有這個比較激動的民眾 如果趁機衝進去的話 對於他們而言將會是一個很大的困擾 那麼其實這一回在二十一號禮拜五的時候就要來做表決了 那麼現在藍綠都號召支持者來到立法院的周邊 不過透過畫面你可以看到在青島東路的這一側 因為擔心這個民眾可能需要一點發出聲音的空間 也因此在青島東路的這一側現在是已經封閉的狀態 那麼警方也在這個中階的天橋下面搭起了帳篷 那麼現場也有指揮官希望來做指揮 但是今天在立法院裡面的重頭戲 當然就是行政院長卓榮泰的尋答了 那麼卓榮泰是怎麼說的呢 一起帶你來聽聽看 院長今天準備都好了嗎 是不是可以信心面對這個 謝謝 會擔心外面的青鳥通 可以看到被問到是不是準備好了 卓榮泰是信心滿滿的拿出他的報告 強調所有的準備都在這一本 那麼今天前三棒的質詢棒次了 當然就包括了國民黨團總召傅昆琦 那麼還有民眾黨團總召黃國昌 甚至是民進黨團幹事長吳思瑤 而隨即也有國民黨的書記長侯莫凱 都會來接棒上陣 那麼大家都想要針對副議案來問個清楚 那麼今天卓榮泰也會針對這些委員 來做議員的回答 絕不過我們要帶您看到另外一個政治焦點 就在剛剛立法院場外發聲 那麼前一天不是說 這個金管會的主委彭金龍 曾經被這個民進黨團總召柯建民 給轟書會議嗎 因為他認為 他是不是都只有去拜會藍牌立委 沒有傾聽執政黨立委的聲音 但是兩個人都說這是誤會 今天呢 叫彭金龍還特別去找柯建民 我們就為您捕捉到這段畫面 一起來看看 好可以看到呢就彭金龍呢是特地呢 原本這個柯建民都已經走進一場了 還特地跑去跟他質疑 似乎想要化解這個誤會 也要澄清兩個人 並沒有所謂的 誰把誰趕出去的消息 而柯建民也強調呢 這個當時的報導 都沒有跟他求證 撇清兩個人 並沒有所謂的 誰把誰趕出去的問題 以上是國會風雲現場的最新消息